第一艘以無人機為主的 航空母艦 排水量五萬噸的兩棲攻擊艦 現在據說進入了 這種穩裝的一個階段 2025年要下水 2027年就要服役 中國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未來福建艦 如果跟076雙艦和拼的話 這個不得了了 小建長你怎麼看 我們這樣子講 也就是說 解放軍他這個動作 都是有計畫有步驟的 絕對不是臨時抓蝦做來的 為什麼我們這麼說 如果說我們看到這個論文 我們現在講076 其實076是有論文的 那076的論文到底是在講什麼 076他的論文更隱晦 他在講的是什麼 他講的是基於CFD的 艦船甲板火災的消防安全評估 他講的是火災 我們很難想像這個 跟那個076 這個無人的航空母艦有什麼關係 但是他的很多東西曝露了 那個其實他就是076 第一個我們看到他這種直通式的甲板 第二個他的艦島分前後兩個部分 那跟現在所我們看的這些衛星 或者是大家從客機上面拍下來的照片 軍事迷拍出來的照片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這一篇論文 其實最大的那個 最大的價值在哪裡 因為小艦長通常都讀歪了 他這裡有特別講一個 也就是水沉沒 什麼是水沉沒 也就是我們救火的時候 用海水其實效果並不好 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空氣跟火上 中間形成一個磨 那就是水沉沒 隔絕 對 直接隔絕空氣 那個水沉沒 他就是我們看到 這個甲板上面 有一點一點一點的是什麼 那個就是他的泡沫噴頭 他是由泡沫噴出來的 有這樣子的一個設計在上面 對 那他這個論文 其實在研究這個 那其實沒想到這一篇論文 就告訴了大家 原來真的是有零七六 這一艘船 但是我們剛剛講 小艦長獨不愛的在哪裡 其實他也有做各種測試 他測試到環境風 也就是他在這多大的風場下面 他可以水沉沒還可以建構成功 其實也就是每秒十一公尺的時候 那我簡單的講 六級風 就是六級風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他的設計的風力限制是幾級 就是六級 那這個我們看到剛剛那個 那我們再對照另外一張圖 有圖有真相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是這麼一張圖 那上面這一點一點的 就是有關於水沉沒的部分 那至於這邊上面這個 對不起 用舊一點的照片 他其實為什麼用舊一點的照片 因為這個長度跟這個論文裡面的東西 叫做什麼 一模一樣 那也就是破案了 那他這邊在當初設計的時候 這邊有兩個什麼 有兩個電磁彈射軌道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就叫做科技術 就是他可以放在福建艦上面 他可不可以放在076上面 當然可以 然後也就是說 就是說未來的作戰形態 例如說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臺灣的國防部 一天到晚在訓練什麼 叫我們的那個志願役 或者是EU役的 躺在沙灘上面 對著海灘上面 射擊步槍 你在開玩笑 你還在打這個諾曼帝登陸 我們來看一下解放軍 現在他們做的設計是什麼 他們的作戰模式 事實上來講 叫做多層雙超 什麼叫做多層 我們現在來看 他有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 第四層跟最上層 也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0715跟076 那這個是0715 他帶著攻擊直升機 跟帶著人員運輸機 一批一批次的向前攻擊 可是我們在這裡看到什麼 無人機 對 無人機 這在網路上找不到照片 這小街長自己畫的 這張你自己畫的 對 這是我自己畫的 那我們來看 這個就是整個的一個完整的編隊 我們看到的這個是726型的氣墊登陸艇 這個是歐洲野牛的這個氣墊登陸艇 然後這個前面是071的中和的路線 後面是075 再後面就是076 帶著我們看到的這個無人機 那現在的作戰 大家我們臺灣各種演練 都不講什麼無人機 你看他就是我們之前講到 在二檔那個地方 你明明如果按照國防部的這種說法 他這個單位應該是有這一個干擾槍的 為什麼拿不出來 對 對不對 你應該放在安全事關的 你為什麼拿不出來 好 那我們再解釋一下 不要小街長只講這個什麼 名詞不解釋的 多層雙超 什麼叫做雙 我們剛剛已經講完多層 什麼叫雙超呢 也就是超市去換乘邊波 那個邊波衝擊 跟超越攤頭的登陸與著陸 這個是什麼 也就是以前的換乘 也就是諾曼地登陸的時候 大概不會超過十二海里 對 那個 所以有很多 還停留在二戰時候的軍迷說 怕什麼 我們有熊二 我們有熊三 未來有哈碰 可是人家在你的打擊範圍之外 那第二個叫做什麼 超越攤頭 意思是什麼 我直接飛過你的攤頭 在你的攤頭 根本沒有要從攤頭上 對 它的攤頭還是要上 但是它會先 這些我們剛剛講的 在攤頭也有 在後面也有 同時進攻 對你的部隊 兩面夾擊 怎麼辦 這就是零七六 接下來會帶 那我有黑熊部隊 黑熊部隊 黑熊部隊基本上來講 大家開心就好啦 對不對 它用的那個裝備 是從淘寶買來的 好不好 意思 我們這裡可以看到 這個也就是新蓋好的 那個 殘屋嗎 不是 這是藏心造船 新的這一個超大的一個船 那個時候我在接受 南華早報的訪問的時候 我就講了 也就是它為它現在來做的 就是零七六型的攻擊艦 這件事情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呢 這是二零二三年 對 很早以前就發生 大家現在的作戰型態 其實我們要正視的是什麼 是現在作戰的型態 已經不是有人機對有人機 或者是有人機攻擊地面 不是 是無人機攻擊 這件事情連Top Gun的那個獨行俠 這個電影都告訴你 第一波飛過去的是什麼 群翼飛彈 那當然它為了不要做太多的特效 沒有做很多的無人機 但是解放軍有多少無人機 我們來看這是殲三十五 它實際上搭配了飛騰九七的這個無人機 你有沒有發現 它只是小一號的殲三十五 它連進氣道都非常相像 那如果我們再對照著看 那個之前的 攻擊十一 對 就是在武漢的這個水泥航空母艦上面 有攻擊十一 意思是什麼 意思這個才是未來的打擊形態 那我們所看到的殲三十五跟殲十五 未來都會指揮這種中程寮機進行攻擊 那這些中程寮機從哪起飛 我們來看這一個福建艦 它到時候作戰的時候 它光彈射這殲三十五 殲十五都來不及了 無人機從哪起飛 就是零七六 所以它是一個編隊的 所以大家要瞭解 現在的作戰形態 但是美軍沒有 美軍是個沒落地國 不要再討論 所以意思就是說 未來如果你看到福建艦搭配零七六 那就代表有人機會有 以及無人機也會同時出動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看 鳳馨姐那您怎麼看呢 南華早報最近這樣報導 他說分析家指出 雖然中國海軍跟日本 最近有改裝這個加赫號航母 還有美國聯合艦隊來比較 無意叫做自殺行為 意思就是美國還是很厲害 你中國日本還是比不上美國 這是南華早報的報導 但是他也提醒菲律賓等 比較小的國家要來警惕 菲律賓實現海軍力量 是在向各方發出信息 請海空站做好準備 但如果中和剛小艦長講的 其實中國厲害的 不只有航母 還有它的無人機航母 裡面都沒提到 其實坦白說航母 它如果要在中國大陸的 附近周圍活動的話 我不覺得是有它的特別的意義 理論上來講 它都應該要用遠洋的方式 然後才能夠作為它的一個攻擊的補給站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這個小艦長比我懂得更多 可是無論如何航空母艦 它絕對不會是在周邊海域作戰的主要部隊 因為以中國大陸 它現在所有的這一些相關的船艦的 完整性攻擊艦 驅逐艦 這個補給艦用的完整性 它動不了 它不需要動到航空母艦 那我覺得現在呢 我們應該拉到的是中美飛之間的關係 現在菲律賓呢 因為我覺得美國現在在第一島鏈這邊 想要找到圍堵中國大陸的力量 那可是呢 那麼日本這一套已經完老了 那因為找不到衝突點 那台灣這個議題呢 它是一個不能碰的議題 因為一碰 萬一點燃了 全世界都受不了 所以他們現在就在不斷地玩的就是菲律賓 因為菲律賓現在配合度最高 而且菲律賓自己內部政治上面 它有需要 它需要用美國 然後來玩它的抗中遊戲 那麼所以這一個整個的演練 肩並肩的演練 大家看得非常的熱鬧 印度也都派了船艦來 派了飛彈來 然後你看到各個國家的這個參與 好像表面上非常的熱鬧 那我就問一件事 因為仁愛礁 現在是中非之間 那麼最重要的爭執焦點 對 那焦點在哪裡呢 菲律賓要補給 那中國大陸的補給就很簡單 你要補給屬於人道上面的水啦 食物啦這一些 OK 你可以補給 或者你要換班 換人員 都讓你補給 但你想要加固仁愛礁 上面的三德雷斯號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就再追問鳳馨姐 現在呢 他們還在提案喔 仁愛礁 還想要蓋燈塔 要幹嘛啊 他們就是一個破劍在那邊嗎 他現在連那個要固化那一個劍 讓他不拆散 他現在都已經很困難了 這我們都知道就是 現在在補給上面 每一次遇到這個阻攔的 就是他上面如果要去偷帶 什麼鋼筋啦 水泥啦 他一定會被阻攔 不管是用各式各樣的方法 到目前為止 其實今年以來沒有成功過 那我很想問 那他這裡面 我不要講說蓋燈塔了啦 光是那一個補給的過程 如果發生了衝突 你認為美軍會不會加入 你認為美軍會不會加入 因為之前 美國的印太司令已經警告 就是說這個事態不能升高 如果事態升高的話 美軍是不會 就是不在 美飛之間的共同防禦的 這樣的範圍之內 所以他已經是拒絕說 在仁愛礁的補給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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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會來 對 所以我們不講別的 你光是在仁愛礁這個議題上面 補給遇到了困難這件事情 美軍就說跟我們無關嗎 那你覺得在別的事情上面 他會放任菲律賓把事態升高嗎 所以我們必須看清楚 美國跟菲律賓把那一個 政治力量玩到最高點 那軍事上面會不會合作 我覺得對中國大陸來說 我不認為他會說 你們一定不會合作 雖然我們覺得這個機率 其實合作的機率很低 真的發生戰爭的時候 你看到現在的全世界的狀況 你就知道 但是我覺得中國大陸 不會去假設你們不合作 我覺得他會假設 你們會合作 對 那在假設 你合作的情況之下 去做他的作戰準備 對 在戰術上面 我覺得我沒有小箭張動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是 我一直在觀察 烏克蘭戰場上面 給我的高度啟發 戰爭你一旦遇到了那一個 就是彼此之間的 戰力差距不大的時候 不能說沒有差距 戰力差距不大的時候 你後勤的那個生產能量 就會決定勝負 是 現在俄羅斯的軍工產業 已經全數的復活 甚至於他的軍工產業 成為他經濟成長的 重要動力來源 可是烏克蘭這邊 就是一直在打消耗戰 他沒有辦法取得足夠的武器 而且這些武器 不管是歐洲 美國 他們的生產都供應不上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就出在說 如果你沒有一個 強大的生產的後援能力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戰爭 其實打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也會打不下去 所以我們去觀察的是 第一級彼此之間的相互實力 我們也要去比 後續的持續力的話 這一點其實是 我們在觀察戰爭 很重要的一個觀察點 中國大陸非常完整的 那個製造的供應鏈 其實我覺得 反而給了美國極大的壓力 對 接下來請教蔡博士 兩分鐘可不可以 先幫我們短評一下 那現在菲律賓 好像還在做他的夢 人愛教我不能加固 那我們就來提案 我們來蓋燈塔好了 蓋燈塔好像要 把很多東西運過去 不過人愛教 為什麼要蓋燈塔 還有另外一點 你憑什麼跟中國來硬槓呢 來 現在菲律賓 也自己緊張囉 他說馬來亞警告 這是他們的一個總幹事 他說如果中國在南海啟用 一個叫做浮動核電設施 將會讓中方的人工島 進一步的軍事化 威脅非方的國家安全 但說真的 你們現在想會不會太晚了 所謂的軍事化 你知道嗎 要跑道有跑道 要港口有港口 軍部軍事化 就是看你怎麼解讀囉 這個事實上 當然還不需要用到浮動的 核電設施 因為這個小型的核電設施 而且要在海上浮動 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因為維修各方面都是 成本都也不低 這等於是一個 核動力的潛水艇卡在那邊 也是一個很高的成本 對 除非說他想要做電磁炮 那高耗電的 那才有可能 你目前看的話 並不需要 目前的電力需求 再用什麼雷達這方面 應該還可以 大陸上的發電機也蠻強的 不需要用到核電設施 但如果真的有需要 用到核電設施 也不必那麼麻煩 就乾脆 弄幾個核導彈就可以了 不是更簡單嗎 因為菲律賓想要在 仁愛礁跟黃岩島 惹事 政治目的多於實際上的需求 那政治目的當然就是 剛才鳳馨有提到一點 就是內部的需要 馬可是想要修憲競選連任 要搞搞民族主義 要不然你搞經濟什麼時候 有效果都不知道 對不對 搞這個比較輕鬆 而且還可以在裡面分 你是親中的還是不是親中的 然後把這個原來的前總統 杜特蒂打成親中派了 他可以朗瓜大國數的選票 那不讓這個杜特蒂的女兒 可以競選總統 那基本上是一貫的政治策略 所以他大概也自己知道說 玩到什麼程度差不多 保持一個新聞媒體的熱度 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說你真的要派兵 就攻佔這個仁愛礁 這個似乎想太多了一點 那種仁愛礁跟黃岩島 除非像風行講 你有很大的財力 要不然你打得下了 你守不住 對 那個補給不是給飯吃而已 那個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所以這個 他們菲律賓要擔心的是 你這樣惹一惹 本來這個大陸還沒有想要 把黃岩島武裝化 田島造陸 你不要逼我 如果田島造陸的話 就把一個飛彈部隊拉過去 那個很輕鬆 為什麼 因為黃岩島離馬尼拉120公里 尼蘇比哥換一百公里 那金門都不需要搗帶 火炮都打得到 對耶 是啊 那你不至少麻煩 最近我發現 美飛軍演就是這樣 雷聲大 雨點小 版面大 規模小 報紙上看起來很厲害 什麼都來了 但實際上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 而且報紙都會這樣特別標註 靠近台灣的一個 菲律賓西北部的島 一定要把台灣扯進來 進行一個反登陸作戰 而且是實彈演習 模擬敵軍要從海上登陸菲律賓 然後遭到美國跟菲律賓的陸軍 還有陸戰隊聯合火力擊退 聽起來很猛 但實際上 誰要登菲律賓 誰要攻擊菲律賓 你的假想敵 中國有要打你嗎 好 問題來了 如果說中國真的這麼幹 你確定美國陸軍跟陸戰隊 那個時候還在嗎 陸你知道嗎 你來看一下聯合日報的報導 菲律賓的陸軍 現在在幹嘛 現在在磨練技能 什麼樣的技能呢 這個請這個小艦長 軍人角度來看 這個住宿屋的 1901步兵旅 現在正在準備 週末一百多名陸軍 預備役人員 參加這個第七區的一個叫做 射擊熟練訓練 這不是最基本的嗎 演習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場面要打 第二個資料要厚 第三個招待要好 演習成功 這個就是菲律賓 跟大家報告就是如此 那剛剛講到 他們的各種演練 那我今天特別去看一下 他們在演練什麼 對 這個是在巴拉望島 他們的演練 其實這個是美軍的船屋登陸艦 那個哈勃 哈勃斯費里 他下洩了這一些兩棲舟車 那兩棲舟車要進行登陸 那這一個部分 這一艘船 其實也就是之前在講到 有法國的蒲越號 跟這一艘我們講到的船屋登陸艦 還有菲律賓的近海巡邏艦 那當然還有菲律賓的船屋登陸艦的組合 不過之前講過 編隊都編不好 你想要幹嘛 怎麼說哪裡編不好 這個是單重隊 所謂的單重隊就是排成一列 那你從這一個視角 你應該只看得到 前面這個近海巡邏艦的屁股 為什麼我還可以看到 蒲越號的屁股 就是沒對症 那這就亂七八糟編隊 那這亂七八糟 內行的看得果然跟我們不一樣 還是他這是擺拍 他怕你看不到蒲越號 通常是擺拍 可是擺拍都拿最好的照片 最好的照片都這樣了 你覺得他還能幹嘛 那我坦白講 其實他們就是在做這種演練 為什麼這種演練 因為他才能夠動員最多的部隊 來進行這個相互 相互共同的一個演練 就是他無論是通信網路 或者是指揮這些兩棲的周波前進 然後他還有當然有登陸 就會有反登陸的部隊演練 所以他可以動員最大的部隊 那這個演練在哪裡 這個在巴拉望島 可是他不在這一面 他在背面這一面 這個在去年的菲律賓 跟澳大利亞的演練也有 我們現在看到這張圖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仁愛礁在這個位置 那之前又在胡鬧的 這就是後藤礁在這個位置 他們之前又跑到這個黃岩島 在這邊胡鬧 那就是他們就是靠在這個菲律賓的 所謂兩百海裡的經濟海域裡面鬧 他們這樣鬧其實沒有用 為什麼我說沒有用呢 因為其實他們也不看一看 解放軍到底是什麼樣的規模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儲幣 儲幣以前是高腳無 那經過這麼多年的經營以及投資 現在這個是三千公尺的跑道 對 那這個是儲幣 那當然有儲幣就有永暑 永暑也是這樣三千公尺的跑道 那剛剛那個我們的蔡委員講到 他為什麼需要核動力 因為他其實上面的耗電非常多 而且他們要證明 就是解放軍要證明他們這也是島 所以他們在上面有耕座的 而且還種水稻 那種水稻 因為那個他們有特別的 這個小建長也有 去看他們的論文去種那種 可以適合撿那個 弦性土壤的 而且上些一個國際標準 有平民居住就可以當作島嶼 對 他們現在就這樣 隨時來 那這一個人是所謂的 美濟礁 美濟礁這邊也都 你這個圖好完整喔 以前跟After的Before 對 比對 大飯店不多好 曾經是三個高角屋的破爛屋 我們講到這個 現在呢 我們講到這個 蔡博士 果然講對了 這個我們看到 南方航空跟海南航空 他們其實曾經在這個 永暑上面降落過 大家覺得有趣啊 一點都沒有趣 為什麼 這是中國的馬爾蒂夫 對不對 講馬爾蒂夫喔 小建長在那邊 度蜜月啦 我們這樣子講 斷粉紅泡泡 它其實真正最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它上去的是737跟A320 也就代表了 這些客機可以上去 解放軍的所有戰機都可以上去 連轟二十 對不起 是運二十 運二十都曾經有在永暑 降落的這個紀錄 不過因為小艦長 雙手難敵四拳 沒帶那張圖出來 那我們講到這樣 那也就是代表 這一個剛剛 一針講了很多 我都來不及記下來 他講的是那個 雷聲大雨點小 飛彈多雷打不著 這是真的 為什麼 去年打了六枚 HIMARS 結果他們要攻擊海上目標 全部共工 你說六枚也中一枚 所以這次據說好像擺得蠻近的 兩公里 就是絕對讓你打得到 這一次不能落鬼 我們看到中間上面的那張圖 來這邊 其實他們在演練的 也就像我們的漢光演習一樣 就是多層的一個防禦模式 最外面的是155流炮 也就是現在 那個在惡烏戰場上最缺的 再接下來 再往那一層一點 是105流炮 最近的也就是標槍這一種 反裝甲飛彈跟 1050機槍 不過這些都沒用 為什麼 剛剛不是拿過了那個 多層雙超的照片嗎 人家直接飛越 所以這一些 我們在做一個作戰想定的時候 一定要先搞清楚 敵情威脅是什麼 不要到了二十一世紀了 還在打二次世界大戰 沒錯 所以請菲律賓 還有美國要記得 我們先來看一下前面的報導 就是中國已經有零七六了 好不好 再加上福建艦 請把它mix在這個演習裡面 好不好 未來我們希望可以看到 更到位的真正的演習 所以鳳欣姐 但是現在菲律賓裡面 兩派勢力正在內鬥當中 小馬可氏家族跟杜特地 兩個女人的戰爭 現在包含了他們的眾議員 你親中的 你親美的 兩派也是都在鬧 但是美國銀行先發出警告 如果非中關係惡化的話 你們自己菲律賓不會好過 是衝擊到你菲律賓的經濟 他直接 美國銀行直接這樣子講 這是來自菲律賓當地的報紙 世界日報 如果西菲律賓還緊張局勢 會造成非洲兩國外交 進一步惡化 會對菲律賓造成 嚴重的經濟損失 難道菲律賓不知道嗎 可是我覺得從政治人物來講 你看最近以色列的內塔亞湖 你就會知道 賠上整個國家 都不能賠掉我的政治生命 對 對小馬可氏而言 或者是 因為這裡面恐怕跟他們的出生背景 有很大的關係 小馬可氏 他的出生背景的 這一個島嶼的這個區域範圍 其實距離人愛礁是比較近的 所以對他們來說 人愛礁很重要 主權的象徵 然後代表的是他們地位的象徵 可是杜特地 他的出生的背景 他們的島嶼相對比較偏南邊 距離人愛礁其實是很遠的 而且這個地方相對比較貧窮 所以對他們來講 經濟發展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確實他們的出生的背景 也使得他們對於人愛礁這個議題 到底應該要放多大 本身確實本身就有一個 一個來自於地理上面的差別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就是 因為杜特地的親中 他產生的是 過去在他執政的那一段期間 尤其他的強悍作為 不管在國際上面 人權單位是如何的批評 但是至少他使得他的 黑幫的問題 然後經濟 黑幫問題得到控制 而經濟的發展 也表現不錯 那現在小馬克思 如果他在經濟上面 想要超越杜特地 我覺得困難度很高 對 所以他選擇的險招是 只要顧面子 就不需要顧肚子 對 這是很多政治人物 常走的一條路 外面很好看嘛 我們現在多強啊 跟美國多好啊 我只要顧到了 我的所謂的主權面子 那肚子就不重要了 對 所以你只要去打出一個民族號召 那經濟成長率 一個百分點 少兩個百分點 不重要啊 所以菲律賓人就繼續供體時間 對 對 對 因為你可以想像中非之間的關係 一旦變得比較低迷了之後 除了貿易之外 投資 旅遊 當然都會跟著減少 尤其是投資的部分 那相對來講更加的長久 因為我有朋友 他最近都是在東南亞 看投資機會 那這個投資不是來自於 中國大陸的投資會減少 是來自於全世界的投資 都要慣望 因為不知道 你們未來緊張局勢 會發展到什麼情況 對 那既然東南亞這麼多國家 有各式各樣的招商的機會 那我為什麼非要去菲律賓 對 所以他那個時候要投資的是跟 綠能環保有關的 他第一個排除的就是菲律賓 所以他就先看越南 然後看馬來西亞 看泰國 然後看印尼 當然他後來選擇的是泰國 我也覺得泰國 不是 每一個國家 都有他的各自的長項目 只是他的那個項目 可能最適合泰國 他就跟我講了那一段的過程 我覺得感受是很深刻的 所以你說菲律賓 這種經濟上面受到影響 菲律賓的政客們會緊張嗎 我說他們不會緊張 對 因為他們只要能夠 顧到民族情緒 用情緒來取代 實質的經濟利益 在很多國家 在政治上面是有效的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 全校克菲爾義生俊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 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義生俊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義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 義生俊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義生俊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克菲爾義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下一個 歡迎 請下一個